欢迎各位聆听新闻硬邦邦的Podcast节目 我是斯坦 我是苔苔 会七种语言的波澜的台湾英娜 给你们最新最全面的国际时事分析 新闻硬邦邦是全台湾唯一真正 Multilingual Multilingual的Podcast节目 上班上课已经很累了 也没有钱出国留学 更没有心情收集国际时事 没关系新闻硬邦邦提供你 全新面向的国际观点与分析 让你不用出门 也能成为一位国际时事通哦 欢迎收看今天的直播节目 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继续聊最近发生的国内外的大小事 那各位应该有看到今天的封面 是不是很精彩 然后本来点进去应该觉得 哦这是什么有趣的影片 所以点进去然后里面看到斯坦 其实因为我觉得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真的是还蛮无耻的 我们今天先聊一下陈玉珍 然后其实有几个话题我想跟大家聊了 从陈玉珍丁梢 民进党记者会 丁少 丁少 那个记者会 之后还有徐晓星要帮那个陈玉珍两尺寸 呃这个行为之后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最近呢 美国那边要调查 呃中国的电信公司 呃中国的电信公司 然后现在国际刑法法院也对好几个俄罗斯官员起诉了 然后呢 现在北韩他也把一大堆奇怪的那种垃圾气球啊 就里面有装一些什么 呃 骇虫啊 跟撕掉的衣服啊 泼泼蓝蓝的衣服 就是丢 丢到南韩 南韩那边 然后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蛮大的话题 就是川普 川普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会是谁 而且 目前来说大家讨论有三个 有三个人 七个就是 第一个他就是一个 呃 北达科达 北达科达的呃呃 州长 然后有两个参议员 一个是大家都知道那个 马克罗比奥嘛 罗比奥嘛 然后另外一位 呃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有听过 就是J.D.Banz 呃 最近大家也都是在讨论他 然后他是曾经的一个还蛮有名的一个投资客 那我想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叫做Tim Scott Tim Scott Tim Scott他也是呃 他也是参议员 他也是参议员 啊 其实今天聊这些拜登 就是跟拜登斗争的川普团队 呃 副总统 副总统可能的副总统 每一个人他对台湾的态度是什么 对台湾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其实对台政策也是美国的一个很关键的 呃 很关键的很关键的一环 那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自由世界的敌人啊 然后美国他也越来越开始发现这件事情啊 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下呃 聊一下这个话题 OK 好 这是大大想 这是大方向 我先给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先呃 会聊成一种的东西 极了 对 要比这个动作吗 哈哈 极了 国民党极了 共产党也极了 那极了的时候要做什么 要上厕所 不要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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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呃 连开直播 对啊 因为我觉得有有有空档 就就就给他开一下 反正国际时事一直在跑嘛 一直都有东西可以跟大家聊嘛 所以我们就是追进度 其实我觉得现在啊 无论是台湾国内的或国际的话题 就很像林徐菊 你每天都在追进度 不过那个林徐菊 它它是一个恐怖的林徐菊 因为 很多很多话题让你细思极恐嘛 就是不看不知道 我一看吓一跳 就是感觉随约静好 然后新闻一打开 哇塞 这个世界怎么那么乱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老正说拜登在协助图共 我不觉得拜登是在协助图共 但是民主党里面有很多 对中共来讲是有利的人啦 拜登自己 最近也很多他那种脑袋糊涂的新闻啊 我觉得他他自己还好 但是如果是贺锦丽要要做总统嘛 如果拜登发生什么问题 都来都都那么大一半年纪了 那会蛮糟糕的 会蛮糟糕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 其实我本来还有怀疑 因为其实在2020年 大家都知道我支持川普嘛 就这不是秘密 我支持川普 我支持共和党 我的理念呢 我对政治的看法 也是很接近共和党的 那到比较后面的时候 川普又开始失言啊 然后我讲一些关于乌克兰的 我觉得很不聪明的说法 不聪明的话 但是川普一说出了两个东西 我觉得让我比较放心 第一个是他讲了 如果是中共敢打台湾 他要轰炸北京 给他赞 对 就是要这么干 如果他 这句话 这句话就是让我觉得不告赞 很好 我希望更多的在国际舞台的政治人物 都是可以这么的有有有有单量啊 就真的 你欺负我的盟友啊 你欺负台湾 你就手都就没了 就轰炸北京 我觉得这是对的 这是完全对 直接炸中南海啊 习近平啊 那些垃圾 共产垃圾 把他们给灭了 如果他们敢欺负台湾 这个说法对 第二个 关于乌克兰 他说了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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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普京 不会停火 而普京不会那个 呃 妥协 他应该要把最先进的 跟更多的武器提供给乌克兰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重要 川普也讲了 欧洲应该要给更多 我也同意这个说法了 所以 目前来讲 他比较 他讲的话题啊 比较有 有sense啊 大方向的了 然后对美国国内经济啊 像是 开采那个 天然资源嘛 包括水油啊 然后 后退在 绿能政策方面 稍微 做一点后退的动作 我觉得这也很好啊 然后 减税 吸引那个 美资回到美国 我觉得就 就这些东西啊 你看他执政那四年 其实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美国总统的 那如果他 继续持续延续他的以前的那个政策 因为有人说啊 他是那个什么 对俄国是 asset 但是制裁俄国最凶的也是 也是他 也是川普的团队啊 所以要看团队里面是谁 我今天想花一点时间看看 他的副总统的那个候选人会是谁 那 对台湾来说 川普也好 拜登也好 我觉得都好 对欧洲来讲 要看谁做副总统也是很关键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美国 应该要 给 我是希望了 会给欧盟更多的 就是要武装自己的压力了 因为 确实啊 现在世界变得很乱 不应该就是 不应该这样子走那种绥靖路线 你一方面跟中共握手啊 你一方面使不使去拜访中共 然后另外一方面遇到问题 说美国就 没有了 就你 你是民主阵营的盟友 那你应该是以北约为主吗 跟你也要跟美国讨论 跟美国商量 就是双方对双方来说 最大的那个利益处是在哪里了 为什么匈牙利友好共产中国 因为不是匈牙利是欧罗班政权 因为匈牙利反对派是很支持民主自由 而且上次欧罗班差一点就 就没有两人成功啊 差一点没有两人成功 就 其实第一个民主主义作祟 然后反欧洲啊 反欧啊 反欧盟啊 然后反欧盟的时候 在 在各地找一些独裁的那个盟友啊 欧罗班就这样子 是一个很势利盈啊 我不觉得一般的匈牙利人 是会支持那个欧罗班啊 但是因为他们那个城乡差距很大 然后乡村的人也会投给那个欧罗班政权 所以最后也造成这种的悲剧 很糟糕啊 我觉得 对中共来说 欧罗班是一个在欧洲的 特罗伊木马 这样 这样 川普党总统让欧洲多负责任是对的 多负担一点是对的 而且只有斯坦的老家波兰有认真负责啊 那时候啊 其实波兰的那个保守党啊 跟美国共和党关系很好 不过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 也不能这样子讲 波兰无论是 两大党啊 其实都是跟美国关系很好 跟两党的关系都很好啊 然后其实波兰也知道啊 欧洲的安全是目前来说是美国当一个很重要的担保方 所以如果美国认为你应该要多付钱 如果美国认为你应该要多 就是你的国防预算要拉到那个 GDP的那个帕数是多少啊 然后要多多少那个拨款给被约 就是要照着做 就是要照着做嘛 因为美国很了解这些事情 而且美国对国际局势也是非常的一清二楚的 那波兰 其实美国没有 就是讲实在话 我们是美国的铁板的盟友啊 而且波兰跟美国的历史也是非常的 就是波兰人对美国的那个独立战争也是有很大的贡献啊 能去美国的时候会看到有多人波兰人 波兰的战士为名 比如说桥梁啊 城市啊 一些道名称啊 雕像啊 就是可以知道 那时候很多波兰的贵族有到美国 帮美国独立嘛 都是跟英国打仗啊 然后后来也是啊 现在美国有一千万波兰人 一千万波兰的那个波兰裔跟波兰后代啊 那我们那个时候有办法民主化 有办法把共产党赶走 美国的雷根总统 也是有扮演也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 当然啊 而且 1918年波兰重新独立 也是在美国的很大的支持之下 我们不会万恩负义的啊 我们是盟友啊 我们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波兰很清美啊 我也很清美 我超爱美国的啊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天生的盟友啊 然后价值观一样啊 理念一样 我们连宪法 第一部宪法 美国的宪法跟波兰的宪法 就才差几年而已啊 所以看 我觉得真的是有缘了 真的是有缘了 好 那我们先聊一下 好 我们先看一下影片 然后聊一下最近那个陈玉珍 假手针 嗯 头盔的事情嘛 丁少的事情嘛 然后除了丁少之外还咆哮 然后后面许晓星还帮他编户 还帮他说话 还帮他量尺寸 所以我觉得整个画面是有一点变态 我们看一下 这些陈玉珍时不时都动手动脚 我觉得也是很很糟糕了 也是很糟糕的一个行为了 然后跑一下 乱骂 然后什么抓人啊 推人啊 把人打翻啊 我在想 你是选立委 还是选相扑选手啊 这个这个做法 然后还有人投给他 金门人脑袋有问题 他在那边站五分钟了 他在那边站五分钟 然后这样子听 然后这样子听 那个记者会的内容 然后五分钟就说 有在那边叮骚啊 有在那边叮骚 那确实啊 他就是常在那边听啊 是叮骚还是跟骚 是叮骚还是跟骚 我觉得都有一点 而且讲实在话 他说我只是经过而已 国民党在那边 骂沈柏扬的时候啊 国民党在那边 骂民进党的任何的立委啊 议员 无论是任何的 那个比较情绿的政治人物 绿营的人也不会站在那边叮骚啊 不会啊 不可能啊 然后被点名了 也不会这样子 我觉得陈宇真很像是在执行任务啊 他就是要破坏那个记者会 不让乌思雅 不让那个民进党团 可以跟媒体朋友们好好的沟通 然后就是专门把那个焦点 拉到自己的那个身上 你看我多无耻啊 我先丁骚了老半天 然后被发现了 我还要反骂你 你说你是公开的啊 你不要点名我了 我陈宇真 我就阿爸 我就这样子啊 看我尺寸多大 然后许晓星把那两个尺寸 他后面还开了自己的记者会 就是强戏啊 对这个行为叫做抢戏啊 好让我们继续我们的记者会 你们的办公室在隔壁 你不要点名我 你们的办公室在隔壁 你点名我我都要回答 什么叫我在盯上 什么叫做我在盯上 就是你在盯上啊 你就站在那边听 然后就是看 因为吴森雅他们他们是在讲什么 民进党团他们在讲什么 就是最近有个很大的新闻 这个应该是大家也都 我换一下这个 对对对 我自己放大一点 有个很大的新闻啊 就是最近有爆料出来 中共新华社 新华社有派自己的记者 有派自己的记者去盯着 某一个电视台的政论节目 然后在那个政论节目可以乱入 然后一定要看那个政论节目的步骤 是照着共产党要的在进行的了 所以就是直接的对台湾的媒体的干预 所以陈玉珍做的行为就是一模一样啊 在旁边盯着啊 在旁边看着 然后回去报告 报告给谁 他老板习近平 你为什么我们开记者会 你为什么要在我们记者会门口盯着我们 你们真的疯了 他就疯了 我告诉你 谢谢小会员 我们要继续记者会好吗 我们要继续记者会好吗 我在想 拿那个咆哮机 是不是有看我的节目 你拿麦克风啊 我想那些立委是不是有在看我的那个节目 因为这个东西我本来是说的 就以后遇到什么黄果仓还支流的人啊 在那边咆哮啊 在那边乱骂 就是可以直接拿那个咆哮 我们要记者会 谢谢你 还要对你道歉哦 你乱迫害人家的记者会 还要对你道歉哦 然后这个东西来就是持续了 你看看看 持续很久了 大概两三分钟都是这样子啊 然后他后面又又又回来 又开始骂 你看这是影片的那个十分钟处嘛 然后后来又开了自己的记者会 所以就是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行为非常的非常的中共啊 陈玉珍这个行为非常的中共 然后动不动就是动手动脚啊 然后还叫还叫民进党对他道歉 为什么要道歉 你自己乱入别人的记者会 然后开始骂 不让媒体提问 不让他们认真回答 因为这个议题其实很重要啊 因为中共对台湾的渗透是非常的严重 这个话题我们频道已经讲了好几年了 真的是讲道都扫下了 那你也知道你立场是勤共的啊 故意来故意听 然后你的目的是什么 谁给你任务啊 陈玉珍啊 谁给你任务啊 谁给你这个任务啊 然后呢 以前还抱人家 就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一群人 就是根本就是流氓 我现在就是就就就不要讲这种东西 就就讲实在话 他性别 我不要论什么 哦女生所以就要对他比较那个 不可以讲 陈玉珍你就是流氓啊 你就是流氓啊 然后动不动 你是女生不代表 你可以随便抓人 随便搬人 随便丢人 随便摸人啊 这骚扰哎 这是而且他对两个性别都有兴趣啊 动不动就要出手啊 动不动就要摸 动不动就要抓 这个什么A片剧情啊 我不想看这种一片的 我想看国会开会啊 我也想看那个 民进党认真的那个 开他们的记者会 而不是乱入了 而不是你乱入啊 然后在那边讲 你要对我道歉 我没有在丁烧 你站在那边干嘛 你在那边老半天干嘛 还说你不是丁烧啊 然后你被点灵啊 天呐 而且就是完全没有那种的 讲实在话 就是现代人应该要有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距离感啊 三年疫情不就是叫你要保持着一个距离吗 对不对 Social Distancing 成员症可能从来没有学过这个东西哦 因为他特权 对因为他特权 没错 然后都要摸 都要摸 哎你手缩起来啊 你手就 如果觉得手痒了 你就把它不知道放在口袋啊 我看你在那边乱摸别人 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啊 非常不舒服啊 天呐 都有这种人 然后呢 有另外一个 所以你是丁烧还是跟烧啊 成员症啊 我觉得比较像是跟烧 又丁烧又跟烧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另外一个人哦 也是立委啊 也是立委大人 我们回去再讲哦 我们回去再讲哦 然后跟诈骗 跟诈骗集团的那个关系 讲不清楚啊 讲不清不楚的啊 就那个徐乔星啊 说神党杀人 佛党杀佛 就是这种 红卫兵啊 国民党版的红卫兵啊 你看啊 怎么帮那个 陈余正辩护 我今天用科学的方式量了100公分 用科学的方式量了100公分 我在想 你的科学 你怎么讲都讲不准啊 你们蓝百的科学 连那个日本单位 日本的那个鸡蛋的那个箱子 跟台湾的都分不清楚啊 然后一加一等于二 都不会算出来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都没有在看那个 陈余正是怎么站在那里吗 他就靠过来 然后就盯着 然后就听啊 然后就盯着 就盯着啊 就盯着我的那个镜面上的意思 还要量什么100公分啊 陈余正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这个是有直播 可以去听 可以去看 他站在那里 然后偷听 然后就被发现了 说你在那边盯着干嘛 在那边做这件事情干嘛 然后他就是 这个行为叫做什么 碰瓷 你们这些国民党的大姐们啊 你们这些国民党的阿姨们 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啊 就是碰瓷啊 跟中国碰瓷大妈 没什么两样啊 就是现在那边 然后就是被那个被点名了 然后就开始炮 开始炮 下来开始骂 开始 哦你为什么要点名我 哎呦你站在那里 你站在那边定骚啊 就点名你啊 点名你啊 不然呢 听听看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听听看他们在说什么 像现在他们讲到什么捍卫体制啊 什么他们要这个送宪法 这个认为违宪要提宪法法庭啊 我觉得都是他们的主张 那他们的主张是他们的权利 那你也可以开自己的记者会啊 你们不就是常常也是在做这种事情吗 而是不去盯烧别人啊 然后你在那边都有你的份啊 你又出来了 就是真的是那个许巧性 无孔不入啊 然后每次遇到什么话题都 都反正千错万错都是民进党的错 然后你在那边假摔啊 然后在那边骚扰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啊 一般的民众啊 然后我们回去再讲啊 都刷特权 然后一样跟那个成郁正一样 你们就是那个姐妹好啊 姐妹好 动不动就动手啊 动不动就抓 动不动就摸 上一次我都是对那个 那个谁 呃 废洪泰啊 就是就抓他的手啊 然后假摔 或对黄姐啊 或对黄姐啊 在那个呃 国会里面就跑跑跑跑过来 然后抓 然后就讲 哦要量一百公分 就是什么变态的那个剧情啊 丁杀完之后还要量吃醉 我们不是看那个日本成人片的那个 的那个节目了 你们是立委啊 就是正经一点好不好 嗯 天啊 天啊 就看了都觉得 看了就觉得 看了就觉得很妙啊 嗯 就这样 还还要道歉 嗯 还要还要叫大家道歉 还要叫大家对那些 哦 无良的 不要脸的家伙们道歉 哦 哦 这就是这就是台湾的国会的状况 选出来了一对这种红卫兵 陈玉政也是红卫兵啊 徐乔兴更是红卫兵啊 嗯 你们怎么看 你们怎么看这种这种行为啊 我觉得很 真的是好没有格调了 那些国民党的人真的是好没有格调了 那个行为真的是野蛮 极度野蛮 这是国会 这是国会就是真的是变成了一个一个一个闹笑话 嗯 谢谢你的留言 台湾就是被这些这台中国人搞到浪费对资源 他们如果自己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然后他们帮中国执行任务啊 我觉得这个用词也是很恰当的 就是说 他们如果认为他们是台湾人 但是他们什么中华文化啊 然后也是那个 呃 然后帮他们执行任务啊 那那没错 那没错 他们就是代表那个 他们就是中共代理人 就是中共代理人 贾守曾有要有要到道歉 可加一百kpi 啊对啊 啊对啊 啊没错了 就是那些人都有任务了 哎我我我听过很多八卦 有些东西是不能在节目中讲啊 但是他们很多人都是有有借任务啊 有借任务了 然后他们有一些目的是要达成的嘛 那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台湾的民主乱 然后他们就是在台湾要代表敌国的那个 那个敌对势力啊 然后如果是拿到够多的选票 拿到够多的权利 这样子 如果台湾的在国际上的立场就变得 像那个翁晓琳啊 拿出来那个那个地图啊 对对十几个国家都有那个领土上的主张 如果台湾政府在呃 执政团队方面也是这种人出来的话 那遇到什么问题 休想休想美国会帮到你呢 他们就是要释放一个讯号 是说哦台湾是跟中国站在一起啊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而且他们在国外游说的东西 也是做一模一样的 也有些杨五毛帮他们游说这些东西啊 然后也有那个啊 他们也呃那个啊 有个亲共的一个一个教授在美国 德州那边 翁吕宗 对 也开自己的智库 叫做什么和平智库 然后马英九跟那个呃 现在要要要要入狱的那个那个猪血痕啊 都有参加开幕式 然后就是要讲 要让美国人知道真正的台湾人的想法 真正台湾人的想法是什么 投共啊 他们认为的 他们认为的 是台湾要投共啊 然后就不断的洗脑 然后他们钱很多啊 资源很多嘛 就是中国那边资源有那么多 所以看这种东西 我觉得那些人不只是没有良心 还很变态 不只是没有良心 还很变态 那他们不在乎台湾人的未来了 因为他们老到好处 如果台湾被占领了 他们就走了 他们就跑了 他们都可以去美国啊 可以去欧洲啊 可以去任何的 我也不知道那些人实际上 有哪多少个国籍 因为你们不要想 国籍是一个 有很多国家他们愿意卖啊 而且那个价格很不贵哦 而且查不到 还没有义务对其他国家 那个同报他又没有国籍 像是有个国家叫土耳其 你在土耳其买一间 那个价格有到一定程度的 比台北是便宜太多了 你的房子 你的房子 你就有土耳其籍 而且土耳其不会对外公布 你有土耳其国籍 像土耳其这种国家很多 真的是很多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除了台湾之外 没有其他的家 也跑不走 就是一辈子都就是在这块土地上面 但是那些五鸡狼哦 那些田共的五鸡狼哦 我想他们手上拿着好多个身份证 好多个护照 随时都可以逃 就是如此 他们就是要乱谈 对他们就是要乱谈 然后唠叨好处就走 拍拍屁股就走了 他们会用同样的方式造谣民进党 对啊他们会用同样的方式造谣民进党 但是我反而看到一大堆民进党的 原本就是人出生在美国 人有美国的国籍 或加拿大的国籍 为了台湾 跑到台湾 然后参政 然后放弃他的美国加拿大的国籍 很多很多好几个 吴云农也是 然后还有一位立委 立委年轻的 何志伟吗 对 何志伟 对就是这样 原本就是民主国家 原本就是美国加拿大出生的人 你本来是那边的公民 为了台湾放弃那边的身份 吴云农也是 对对对 很多啊 民进党就很多 国民党我看不到一个了 国民党我看不到一个了 反正国民党以前有一个案子 有一个立委 国民党籍的 有藏他的美国国籍 后来被发现了 不是绿卡 是国籍哦 当我买进我的绿卡 我就不讲了 满酒的绿卡 我就不讲了 好 我觉得这个话题 我们就这样子 反正这些人 就是非常的无耻 非常的无耻 非常的无耻 然后太太 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吗 你可以提醒一下 大家就是 差量行动的东西吗 这个请太太讲了 然后我们就再 切进去我们的 过继性 每日催促 差量行动 连鼠书 听说现在 还是差两千多份 所以呢 基隆人要 要想清楚啦 因为 谢国良 真的是一个 很不适任 当市长的人 那 他的各式各样的 不适任的行为呢 昨天基本上 已经都介绍过 政论也都有讨论过了嘛 如果认为 像这样子的人 他还能 就是 在基隆 就是 位居 高位 然后就是 掌握基隆人的 大小事 我觉得这样子是 基隆的悲哀啦 对啊 那 也要让 其实差量行动 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 要让大家知道说 国民党 不要以为 就是韩国瑜 这种 人 试过境迁之后呢 其他的人 还可以卷土 重来 做得再烂 做得再糟糕 再怎么样 官商勾结 再怎样就是 欺压老百姓 骗老百姓 骗选票 都还是能 就是 稳坐他的 那个市长职位 我觉得这是 不应该的 所以 真的 希望 还在犹豫的人 真的 勇敢站出来 因为 已经有很多 勇敢的人 他们 就是把那份 连鼠书 签下去了 所以 真的 不要让 这个行动 等于我们 公民的 维护自己 权益的行动 就是 只是因为 那两千份 连鼠书 而 就是 打水漂 我觉得 这样子 就是会 助长 那些 不良政客 就是 气焰 高张的行为 就这样 是 是 所以就 基隆人 加油 基隆人 加油 然后如果 大家想要 多了解 茶凉行动的 整个话题的话 也可以 也欢迎到 我的频道 我有采访 他们的 发起人 雁龙 然后也有 去 吉隆 然后采访 当地人 对 谢国良 市长的 看法 那个 谢国良 动不动 绿媒 测意 没有 你做的 烂 不是 绿媒 跟测意 的问题 是你 做的 烂 的问题 而且 就是真的是 非常喜欢 上的 特权 然后动不动 重新去人家的家 Net的那个案子 真的是 我看到 白色恐怖 要再回台湾 这个人 还在台湾 我真的觉得 很可怕 真的是很可怕 斯坦 回台湾了吗 没有 在欧洲 现在还在欧洲 我刚 离开 瑞士 刚离开 瑞士 那边有 那个 活动 我有拍摄 就这几天 会发布一个 影片 好 那我们来聊一下 这个话题 我还做了一个图卡 副总统 谁来当 副总统 谁来当 我们就聊一下 美国的副总统 目前还没有成为候选人 因为川普 还没有点名 还没有说他要谁 但是目前来说 可能性有这三个 其实我认为 还有一个 第四个 叫Tim Scott 但是我没有 把它理出 我们单独的 讲Tim Scott 因为我自己个人 非常喜欢Tim Scott 但是我们先聊这三个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这三个人吧 我知道各位应该是对右上角的 应该比较熟一点 Rubio Marco Rubio 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 然后他是古巴异的精通西班牙文 然后对台湾非常的有贡献的一个参议员 非常亲台派 然后他推了非常多的法案 像是最近的叫做 透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案 就是要武装台湾的那个法案 就是Marco Rubio 非常的棒 我觉得右上角这一位 大家应该比较清楚 那左上角呢是谁 大家知道吗 好 我们就这样子 如果这三个人都知道的 请打1 就留言按1 如果三个人都不知道 请按2 如果只知道其中一两位 也还是按2 我要看我要讲多久的时间 每个人的那个立场 我们看一下 1和2 1都知道 2都不知道 2 2 OK 2 OK 2 2 好好好 OK 美国官员 不太认识 好 好 右上角的是Marco Rubio 这个人要记得哦 这个人很重要哦 这个人一定要记得哦 他对台湾非常的友善 他是一个亲台派的人 那左上角呢 他是 左上角的 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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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g Bergen 他叫 Doug Bergen 中文翻译成 道格 伯伇 道格伯伯伇 伯伯 Doug Bergen 那他以前是在微软公司做副总裁 他也是在微软公司做副总裁 他现在是北达可达州的 Nord Dacota的州长 州长 州长 其实呢 目前来说 比较多那种 兼职派的人 跟觉得川普应该是要 找一个 就是跟目前来说 线性的美国的 官僚体系很熟悉的人 当一个官员 他是最适合的 他们 部分的分析师是这么认为的 那我们看一下 因为对我们来说是 比较重要的是他对台湾的 看法 我看了他历年的发言 其实 怎么讲 他算是对台湾 我觉得如果他做副总统的话 对台湾也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他支持的是 要 要贺阻中国 然后他批评拜登 我们就在这里看 他是 他在这里就被采访的时候 他有讲关于 他有讲关于 台湾的议题 他有讲关于台湾的议题 by all of our adversaries and whether that's the two proxy wars we're in with Iran and Russia right now then we're in this cyber war with Iran Russia North Korea and others because we're under states like North Dakota are under attack every day from those countries but we're in this cold war with China and in a cold war with China you need deterrence and Joe Biden is not deterrence Joe Biden just keeps greenlighting stuff and he's not supporting our allies 他就是在讲 现在就是美国 有参与 就是代理的战争 跟伊朗 俄罗斯 北韩等等 然后拜登不了解 什么是贺阻 然后拜登 他就是允许 很多的反案 是对美国的盟友 没有帮助的 然后他不支持 美国 他对美国的盟友 的帮助是不多 our allies see that and so our allies have to hedge their bets that America is not going to be there and so he's breaking in our whole ally defense network that we have 那就是这个是中兵 然后美国的盟友 就是看得到这件事情 所以他反而 让美国的盟友 认为美国是弱的 然后目前来说 美国所有的 贺阻的方式 就是低于以前 低于以前 然后这个也会削弱 美国的 这个会削弱 美国的整个 整个国防的 那种防卫的系统 整个防卫的系统 然后他就是 他就是开始讲 那个中国的 倾销的议题 就是开始在讲 那个碳排放量的议题 然后就是在讲 拜登对中国软弱的话题 拜登软弱的话题 所以他有讲这个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算是会支持 对中国进行贺阻 那你支持对中国的贺阻 那你当然也是支持台湾 因为他也说过 就是要防止台湾被侵略 要防止台湾被侵略 那我觉得 正常来讲 他算是一个 对台湾来说 不是什么坏选择 那纽约时报 不是 这不是纽约时报 这是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 就是有做一个整理 它就是有强调一个东西 China is the number one threat to our country 在2023年近期 近期而已 他说中国是 对美国来说是第一大危险 第一大危险 第一大危险 然后对乌克兰的支持 他也支持乌克兰 OK 对乌克兰的 他也是持继续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而且甚至他觉得 这对美国来说也太划算了 就是说乌克兰阻挡俄罗斯 然后美国只是要提供武器 这对任何的民主国家都很划算 很多人 很多的分析师也都是这么认为了 但是他说不应该是一个blank chat 就是你要给东西 但是你要看他们的进度到哪里 这也以共和党的一个人 共和党的一个州长来讲 这说法很合理 然后对台湾来说 这里华盛顿邮报写是不清楚的 但是对他来说第一优先是什么 就是阻挡中国打台湾 阻挡中国解决台湾 所以Duck Byrne我觉得OK 我觉得对台湾来说 他不算是一个特别的亲台派 不算是一个特别的犹太派 但是他了解来自中国的风险 他了解来自中国的风险 那如果他了解关于这件事情 再加上其他的未来 川普的那个行政团队里面的人 我觉得对台湾来说 也可以形成一个 吓阻中国的一个效果 这是Duck Byrne OK 然后第三位呢 第三位 第三位比较有趣 第三位比较有趣 他是JD Vance JD Vance呢 他 好 我们在这里看 JD Vance呢 他的背景是什么 他是投资客 他就是投资客 就是对创业 在创业投资界还蛮出名的 然后他也是 比较大的问题是说 他是比较那种新一代的那种 穿粉 那一代的人 尤其是在2020年之后 2016年的时候 他是批评川普的 但是2020年之后 他是变成那种 新一代的穿粉 新一代的穿粉 然后一直批评美国的那个对外政策 然后也是 我比较担心的那种美国的锁国论 在他的言论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不过呢 对台湾呢 不过呢 对台湾呢 他是唯一一个有提到战略模糊的人 对 我觉得这问题是比较大的 我比较不偏向于那个J.D.Vance 因为他有讲战略模糊 但是比方说以前的川普的国务卿蓬佩奥 他也反对战略模糊 他说要走向战略清晰 很多共和党里面的人是站在战略清晰那边 但是他有讲就是要让中国占领台湾变得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让中国很容易的可以拿到台湾 然后要把代价 要把代价拉到最最最高 要把代价拉到最高 然后他也是反对要继续把武器提供给乌克兰 然后他认为应该是要把重点放在印太地区 所以我觉得这比较危险 因为现在我们整个民主阵营是形成一个防护线 包含乌克兰 包含台湾 你不能不给乌克兰东西 然后把所有的资源都是放在印太地区 你要保障乌克兰会有武器 乌克兰可以守住自己的主权 可以守住自己的领土 你怎么做 你跟谁沟通 你跟哪一些政府 你跟欧洲怎么样往来 这些都是配套措施 这些都是很好 但是你不可以说我们不给乌克兰武器 你不可以不给 你要让乌克兰有武器 那怎么给 然后有什么样的方案 然后怎么样也可以保障印太地区跟欧洲这边 因为其实美国的问题就是说 这段时间因为这些错误的政策 欧巴马时期的错误政策 或现在拜登时期的错误政策 或克林顿时期的错误政策 或乔布希时期的错误政策 导致养大了两个大敌人 三个了 三个大敌人 就是中国 俄罗斯 伊朗 就自己把他们养大了 所以现在同时要应付好几个战场 因为其实简直到爱将什么 以色列跟那个哈马斯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 那不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 那是伊朗 伊朗通过他附属的恐怖组织取代以色列了 他背后是伊朗了 也是那个邪恶周新国的一部分了 所以就讲哈马斯 哈马斯是伊朗的打手了 哈马斯背后是伊朗了 我在想很少人讲这种事情 我觉得应该要讲 敌人是伊朗 哈马斯只是他的一个形状而已 所以以色列不是跟哈马斯打仗 以色列是被伊朗打的 只是那个伊朗不穿伊朗的军服 而穿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军服了 哈马斯那个组织 所以这个是JD Vance 我觉得JD Vance比较危险 因为他反对提供乌克兰 武器 然后对台湾 他虽然一方面说要喝阻中国 但是他也说要战略模糊 危险 我觉得对台湾来说 他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副总统候选人 所以就是有两个犹太派 然后一个就是那种锁国论 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我还蛮想跟大家聊 叫Tim Scott 叫Tim Scott 这位 这位Tim Scott 他是现任的南卡的参议员 然后呢 他也是共和党里面的支持裴洛西拜访台湾 他也是强烈的批评另外一个以前要做那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那个Ramaswami 就是说他不了解台湾的议题 因为Ramaswami是反对提供资源给台湾跟以色列等等 但是他说他不了解台湾的议题 其实台湾 台湾真的是对 好 这个已经是讲到不想讲 第一道链啊 什么美国利益啊 金片等等东西 台湾很重要 全美国人除了Ramaswami之外都知道了 然后 他 他也通过 也不是通过 他也是有提案很多新台湾的法案 Tim Scott 我们看一下 再 好 这个 这个放在给大家看 这是他的网站 他就是支持裴洛西 他在这边是支持裴洛西去拜访台湾的 那时候有很多共和党人 就是有批评 他是支持的 他也是 然后那时候陆比奥好像也是支持的 OK 这是裴洛西 然后另外一个 给大家看 他也是那时候有支持 对 一个法案是支持与台湾加上贸易往来 以及反对中国的侵略 反对中国的入侵 所以其实你直接Google Tim Scott 然后台湾 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类似这种的轮件 他一直都是站在台湾这边 一直都是站在台湾这边 所以他 我觉得如果不是 我个人认为 第一 对我来说 对台湾的波兰来说 应该是最最好的选择 就是鲁比奥 因为他也最了解独裁 共产政权的威胁 跟那种来自他们的风险有多大 因为他是古巴裔的 他家有体验过独裁是什么 他很了解这一块 他非常的懂 为什么你不应该对那些独裁者软弱 对古巴的那些流氓 对那些中国的流氓 对那些俄罗斯的流氓 一定要强硬 因为他们只懂那种 谁的强头大 谁的强头大 就是谁 就要听谁的那种论书 所以我觉得 最好的 对台湾来说 对波兰来说 对乌克兰来说 最好的副总统 后选人 共和党那边 就是鲁比奥 第二好的是Tim Scott 第三好的是Duck Bergen 那最不理想的就是那个JD Vance 然后又是投资客 然后又很 摇摆不定 因为以前很反对川普 后面就变成那个 很极端的那个川粉 我觉得是一个 他是一个 以个人利益之上的一个人了 然后又是 就是那种 做高风险投资的 我不认为这种的人 做美国副总统 对美国是有帮助的 对 对 马克鲁比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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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四个 就是可能性比较高了 那 我希望是鲁比奥 第二希望是Tim Scott 我个人很喜欢Tim Scott 所以我这个比较好说 中文翻译 帝姆斯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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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么玩一下 你们觉得 那就是 一 Doug Berger 二 卢比奥 三 J.D. Vance 跟那个 四 是 Tim Scott 汤姆斯科特 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 这很不科学 但我想看我们聊天 是 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其实三个对台湾都很好了 三个对台湾都很好了 讲了半天是要说什么 要说现在无论是共和党之争 还是民主党之争 都是强烈的反对共产党 都是站在台湾这边 都是支持民主 跟自由 要吓阻 像你支持的那种中国流氓 对啊 是的 Stan I bet you know Bannon will go to jail for 藐视国会 知道啊 知道啊 这新闻已经 已经很 很那个了 很久了 但他不是还在申诉吗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他那个案子 有到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地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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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能不能 延后了 Delay prison term 嗯 嗯 四个 四个月 要做四个月 他就写 能不能往后了 能不能往后了 啊 Steve Bannon也是个奇葩了 然后他在那边搞那么盖盖盖盖抢的那个 我觉得也是很很shady的 然后跟跟郭文贵又很暧昧不清的 他他他是奇葩了 他他真的是奇葩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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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注意极端伊斯兰 也就是伊斯兰国的扩张 这两年在中东跟非洲都很夸张 啊 对 对对对那些极端的组织 因为伊斯兰国他没有彻底的那个 伊斯兰国他没有彻底的被消灭 然后在那个阿富汗那边也有的叫做 伊斯兰国的一个组织 这样跟嗯 嗯 台利班在那边争夺 其实你看台利班也掌握了那个 在阿富汗的 在阿富汗的权利 然后现在 说哦 对最近有一个 联合国的会议 然后 台利班说 任何的阿富汗女人 跟任何其他国家的女人都不可以参加 然后也不可以谈阿富汗人权问题 哈哈哈哈 台台刚走走过去比中止 哈哈哈哈 对啊 就是这样子 台利班就是这么嚣张 台利班就是这么嚣张 那那些 那 而且好像现在美国民主党也对那些东西很 很很不在乎啊 哈马斯只是一个 然后其实他们很多那些组织背后都有独裁国家 哈马斯就伊兰了 哈马斯是一个伊兰的一个分支吧 他那个脑袋有问题啊 那阴谋论者 我超级讨厌他 我觉得 他 然后那个Tucker 这两个人 我超级讨厌 那种 比较自称保守派的那种评论员啊 我 我喜欢Ben Shapiro Ben Shapiro的那个节目 我常看 然后 就大致上也 也就是这样 然后Fox News 有 有 有时候他们的一些 主播讲的不错 什么 Sean Hannity那些 偶尔了 偶尔会听啊 比较 比较 就是真的是 以美国的利益放在最前面 然后不会走向 阴谋论 然后对台湾 对乌克兰的立场 比较 比较正常的那种 意见领袖 我就就 Ben Shapiro了 他 他唯一一个没有 没有外调过的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了 偶尔会看那个谁 Steven Crowder 就是那个 Change My Mind 的那个 的那个人 的那个人 他有一些节目 还OK了 有 蛮 极端的 但 但不到 Alice Jones 那么的那种 那个 已经是要走向 精神病院了 他就是 什么 西医人啊 那些 然后什么 喝了水 就会 就会 绝育啊 就就就就这个 很 我觉得非常的 嗯 很 很 很不OK了 很奇葩的 真的是很奇葩 我很不喜欢他 我非常不喜欢他 然后他也跑去 什么俄罗斯电视台 在那边 在那边收访问啊 我觉得 都是 你知道我的敌县 我以前也不太骂 那个Tucker Carlson 我觉得他有自己的那个 论书跟那个言论 那 他跑去俄罗斯 赞颂俄罗斯 然后那个 Alex Jones 也是 那就 这些人对我来说 已经不存在了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rump posing a ban on TikTok 我不同意川普这个说法 TikTok要禁止调 TikTok要禁止调 不可以有那个任何的 而且讲实在话 川普那时候是自己 要进TikTok的了 川普自己是要美国公司购买 把他买下来 我那时候大支持 我很棒 那现在他不支持 我觉得 也许是他的选战的一个做法 也要看他的行政团队的 那个人会是谁 你们别忘了一件事情 共和党铁板的一群人 非常支持禁止TikTok 所以我比较不但 但是川普这个个人主张 我反对 我觉得TikTok要禁止调 那些中国的软体 中国的平台 统统都要禁止调 包括微信啊 包括他们的支付的方式啦 包括他们的支付宝啦 什么那种阿里巴巴 这些东西都不可以 在民主国家出现 因为背后都是奴役 背后都是偷资料 背后都是压榨可怜的 中国人的行为了 Yeah TikTok is way too dangerous Absolutely 阴谋论我也看 当小说 当小说故事看 小心看久了相信了 真的 不用了 那个Alex Jones太crazy了 那个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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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怎麼走不動 我怎麼走不動 這個路透社 我先把一些我已經講完的東西 那個分頁先把它給關掉好了 這個可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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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就這個 現在就是中國電信 China Telecom China Mobile 就是兩個中國的那個電信業者 要被美國調查 為什麼呢 因為風險太高 然後偷竊 偷竊 一個China Telecom還有一個 China Unicom 但是China Unicom可能會比較晚一點 可能會比較晚一點 就是三個中國的那個電信 都會被美國調查 因為 因為其實他們在美國 也還是有一些人用他們的雲端服務 用他們的雲端服務 然後呢 那些公司他們會把美國人的個人資料 把美國人的個人資料提供給中國共產黨 所以你看電信業者也都是這樣子 然後那些中國公司也沒有說什麼 他就是 他就投資料了 跟TikTok一樣 跟TikTok一樣 TikTok stole data 當然 TikTok steals data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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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have a Communist Party office in your company and all of those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could access the data of American people at any time and you if you install TikTok and you agree to their terms and conditions you agreed for them to share your data with the companies within the group including Biden which is in Beijing and which has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TikTok has been spying on American people for a very long time there is pretty much there is a lot of evidence it's obvious and that's why they're going to ban TikTok if they didn't have evidence they wouldn't have banned it and you can listen to what what their CEO said by himself he agreed on spying on American people he just said I wouldn't like to use the word spying yeah but how do how do you call it peeping right peeping into the hole and looking w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doing right while they're using their TikTok apps making videos sharing data s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knows a lot about what American people like to watch where do they go where you've been your geolocation stuff like that it's not a conspiracy theory it's it's a fact and facts don't care about your feelings 哈哈哈哈 就这么简单 有人说唯一魔论 靠 你自己看那个 抖音啊 他的那个CEO 在美国被咨询的时候 就 一切就为目了 人家自己承认了 他自己承认 他们对美国 从事的是间谍活动啊 跟搜紧美国人的资料 而共产党员 随时随地 都可以看美国人的资料 就这么简单吗 conspiracy theory conspiracy theory my ass 所以我觉得真的 不要安装任何的中国的问题 就不要 conspiracy is no reliable source the US congress right and the US what is it called the China commission just read their report just read the report and listen to the congressional hearing like easy as that that's a very reliable source 好 ok 那这是 就是那个TikTok的问题吗 跟 现在美国要调查 中国的那些电信业者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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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TikTok也有在美国听证会有承认了有中国人可以连到美国的资料 获取资料 我都刚刚讲的啊 刚刚讲的 而且每个人 你在 你在按那个 统议嘛 那个 Terms and Conditions 他的那个使用者条款 那就是说 你允许 都 公司 在团体 在他们的集团里面 分享资料啊 在总部不就有共产党员呢 啊 有啊 and then there's a photo of him like waving communist flag in Beijing when he wasn't in business to there basically commy spy 好 那我们再讲下一个话题 啊 北韩的话 北韩的议题 我已经讲过了 昨天讲过 今天就 不要讲 不要细讲 但是我觉得今天 关于俄罗斯的东西 可以再讲一下 啊 现在 就是这两个人 他们是那个俄罗斯国防 前国防部部长啊 就变成 嗯 变成那个 变成国际战犯 然后 国际的 刑 刑法 法院 就是已经发布了 追查令 那为什么呢 因为普京现在也是变成一个 国际都要 把他脚出去 除了北韩之外 呃 因为北韩已经被全世界的 脱弃了 跟制裁了 呃 因为 普京是因为 他的政权 有脱乌克兰的小孩 然后把他们强制弄到 俄罗斯那边 然后这两个 绍伊古跟呢 另外一个什么 呃 什么 格拉斯马 这个这个人 他们是因为有 轰炸乌克兰民间的 呃 发电厂 这样 这也是 这是属于战争罪的一个行为 这是属于战争罪的一个行为 所以 我们就拭目以待 接下来应该也会有更多的俄罗斯官员被起诉 然后要被 被被搜查 对不对 被被找出来 然后被叫去那个 刑法法院 讲 对不对 让自己辩护 就很好 我觉得很好 就是这个政权已经是 彻底的变成国际战犯政权了 啊 那北北韩发送垃圾气球 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大家应该有看过这个新闻 那他们就是呃 发送这种的 白气球 就有点像中国的那个间谍气球 飞飞在美国上空的 然后呢 气球里面装的东西就有害虫 然后有 OK 然后有衣服 撕掉的衣服啊什么 Hello Kitty的衣服啊 呃 跟 便便 就 垃圾 然后 害虫 然后还有 寄生虫 然后送到 送到南韩 我觉得这已经是神话武器的等级了 我觉得这已经是真的是神话武器的等级了 然后 呃 我觉得北韩 而且刚好是普京刚拜访完那个北韩之后 他们就是对南韩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南韩也不要再那个 也不要再 嗯 就是 对呃 对俄罗斯不表态了 我觉得也是时候 南韩就就就提供那个 开始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然后 开始更加的与盟友加身亡了 他们应该也不用 以前就是有会担心就是南韩跟中国的关系还不错 那我觉得南韩应该也发现了中国俄罗斯北韩那些都是站在一起的 应该应该要表态了 应该要表态了 好 然后 最后我跟大家讲哦 李强哦 最近世界经济论坛他们在大连哦 呃 在办一个世界经济分论坛夏天的那个论坛 然后李强 急了 李强也急了 他说拜托不要跟中国脱钩 拜托 我跟中国脱钩很危险呢 你们会后悔的啦 然后就是呼吁他反对跟中国脱钩 我这个很好笑 那那那那难道一个中共官员又会支持跟中国脱钩啊 那但是以前他们就是假装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嘛 不存在的 然后最近因为就是中共的那种不良的补贴嘛 可以去看我这天的节目 或者他们呃 在电动车就是生产生产过剩的呃东西 他一直反对就是所有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做的质疑 所做的质疑 然后他说哦 中国是在和平崛起 你和平崛起跟和平的发展呢 你不应该侵略别人呢 你也不应该在自己的国内搞那个屠杀 搞那个嗯 种族灭绝 然后也不应该喊打喊杀 然后也不应该对全世界搞殖民主义 然后试图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啊 跟全世界的那个呃 就就就直接是收买那些可怜的国家嘛 然后把他们当奴隶啊 把他们他们当那个中国的殖民地啊 所以啊 现在急了 发现了啊 全世界好像开始崛起哦 开始觉得哦 哦中国其实很危险啊 你们要不要跟他脱钩啊 你们要不要不要跟他玩来的那么密切呢 哦 李强就哦 拜托不要 你们会后悔的了 你们那个 我们我们我们那个垃圾货寄给你们啊 然后就是把 把你们的当地的公司都给让他们被消灭 你们会后悔哦 我会后悔啊 因为我们我们霸占了你们的市场啊 现在我们你们拿不到我们的东西就会无限 没关系 我觉得武汉肺炎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啊 大家发现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太过于依赖中国 所以现在就是要发展自己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各位台湾的朋友们 我们现在也是是时候可以多投资一下就是民主国家嘛 欧美啊欧美日欧美日韩的或其他的民主国家 我们来念一下大家的超级留言 然后今天的直播就会先到这边 老郑感谢你的党内 呃 我家 我家 所以从11小时停电到18小时 啊 OK 11点到 到晚上6点嘛 目前停电很热 但是我会给咖啡钱支持斯坦 也可以给我朋友Colin 谢谢 啊 谢谢老郑 谢谢你的支持 我今天要买咖啡 许苏美感谢赞助 感谢你的donate Aberlin Senti 非常感谢你的赞助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黑钥匙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黑钥匙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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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们的贴粉 呃 呃 Winny 最近民众党一直在吸引民进党 呃 一直在吸民进党是纳粹跟希特勒 他们是不是不知道希特勒最开始侵略的 就是自己的国家 真要形容纳粹的话 应该也是国民党才对 而且蒋介石以前非常的拜 非常的崇拜希特勒 他有一些情书给希特勒 我们可以去看呃呃 呃呃呃 也就是说 别的那个安内黑民国史啊 他有那个形容的非常的详细 其实 现在的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 然后 做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那种政策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以前的国民党也是类 类法西斯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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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白色恐怖都是啊 都是啊 那会是什么 就是民族主义嘛 然后第二呃 关键的企业都是 虽然表面是叫资本主义 但实际上不是 因为关键的企业都是有国家掌握的 然后国家在那些呃 大的企业有持股嘛 就是国营企业嘛 呃就是这这这两个经济上面 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国家 呃国家资本主义啦 就是国家掌握关键关键产业的 然后对人是仇恨宣传跟民族主义啊 就还有其他象征的啦 还有其他象征的 然后就是那种论是什么 我们最伟大 我们最委屈 然后现在就要动员 就是 因为别别人都在都在搞我 前错完错都是别人的错 这也是那个 这也是法西斯政权很喜欢做的事情哦 所以现在的习近平哦 也是完全的走向那种法西斯化 法西斯化 所以其实共产党跟纳粹 很多方面都是很像的了 唯一的差别 因为纳粹被消灭了 没有纳粹了 纳粹被打败了 纳粹变成战败国 但是共产党没有 所以共产党他可以继续杀人 但纳粹已经没了 纳粹变成了 所以当然了 因为共产党现在还是有很多国家 是共产党掌权 所以也不敢 世界也不敢太严厉的批评共产党 但是我觉得这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啊 然后现在他们要洗民进党是纳粹 这个是非常的在学习 所以普京对乌克兰的那种洗脑宣传 乌克兰受到多大的纳粹迫害 你还被人家牺牲纳粹 人家乌克兰的总统都 犹太人啊 是犹太人啊 你还洗他纳粹 最想纳粹的政权就俄罗斯啊 无论是在经济方面呢 也是那个普京他的那一挂的人 就是掌握一切 然后到民族主义的那种仇恨宣传 跟那种类保守主义 类保守主义 也不是跟那个更正的保守主义有有关系 啊 是啊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也是了 谢谢你的留言 我觉得写的写的很好 然后Rick 谢感谢你的斗内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那我今天讲的东西差不多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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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真正的保守主义的人都很nice啊 对啊 对啊 是啊 是啊 你看美国的保守派啊 都很善良啊 啊 其实讲实在话 真正的那种左倾的人啊 就是注重那种人权的啊 跟那种少数团体的人 他们都很 他们也都很不错了 他们也都是知道 他们就是跟那个社会不公 他们希望可以这些东西可以改的 我讨厌的 我讨厌的是那种 嘴巴上很左 啊 实际上跟中国麻吉麻吉的 这种是最讨厌的 因为他他只只骂部分的很表面的东西 然后煽动仇恨 实际上没有要解决问题 实际上他们是只要分化一个社会 然后然后社会变得很乱 然后实际上他们是跟那个跟中共拿好处的 或跟什么俄罗斯拿好处的 极左跟极右都是 就是一旦有那种仇恨宣传的那种极端派的 那些都是多多少少说是有拿敌人的钱了 多多少少是有拿敌人的钱 很可恶 很可恶 啊在讨论什么 台湾主权未定论就 就听台派吗 不知道你在回谁了 啊没关系 啊又在台那个 旧金山 旧金山合约 旧金山合约就是日本放弃了对台湾的主权 然后没有把对台湾的主权转让给任何的一方 所以按照国际法啦 国际法啦 对台湾的主权应该是要属于谁 台湾人 所以蒋介石政权它是代管的 其实蒋介石政权是非法占领台湾的 国民党对台湾没有主权的 它是非法霸占的 然后因为共产党的那个扩张啊 跟那个跟俄罗斯就是有构成很大的威胁 所以美国就容许这个政权存在这个 实际上对台湾 这块地的主权是属于台湾人民的 啊 这就是根据国际法 这就是国际法 不要跟我说什么波斯坦公告啊 什么开罗宣言 那些东西没有法律效力 宣言没有法律效力 对主权啦 宣这一类的文件没有对主权的法律效力 主权是要有合约 国际协定来规范的 那那个波斯坦公告 它只是一个公告 新闻公告 然后那个开罗宣言 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 跟法律约束力对台湾 对台湾唯一有国际法上有法律约束力的 国际合约叫旧金山合约 那旧金山合约就是把对台湾的主权 就是日本人放弃了 就只讲这件事情啊 那放弃了之后是要属于谁 那照逻辑来讲是要属于台湾人 所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而不是中国人的台湾 是不是这样讲很完美 不认同自己是台湾人 没有中心思想太幼稚 我觉得你可以认同自己是华人又是台湾人 但是你把自己说成是中国人 那你就是不同国家的 你的认同就是不是站在台湾人这边啊 觉得这逻辑应该蛮简单的 但即便以前有那一群自己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但是他们反共到底的 但现在都没了 中华派也没了 中华派 中华派没剩几个了 都跑去天共了 而且现在中华派反共的那种中华派 也慢慢的开始转为台派了 我觉得像是那个同岛一命 于北城 虽然表面上是中华派 但是实际上也是很台派 他很认同台湾这块土地 很棒啊 如果是所有的中华派 或自称中华派的人都像于北城那样 那台湾的未来就是很难 如果中国国民党还是反共的 那台湾的未来也会是美好的 中共对台湾也不会有任何的话语权 跟可以操作的空间 但是中国国民党同反共变天共 那就很可惜了 有人说其实属于美国的 但是美国也没有接受台湾的领土了 你说属于美国 如果美国对台湾的领土会有所主张 那还可以论东西 但是目前说美国也没有 美国也没有说那是要属于中国的 所以照逻辑来讲 台湾是属于台湾人 台湾人民 就是如果台湾运气比较好一点 在二战之后应该是要像韩国那样 在韩国以前也是属于日本的一块 被殖民的那一块 然后台湾也是那 那殖民后的正义 你就是要自己的国家可以自己管 你就是要有自己的政府 自己的主权 自己的国家 像韩国那样 或像以前被那个 波兰也是被那个被俄罗斯 德国奥地利 那个普鲁士王国 那个哈布斯堡帝国殖民 最后也是有了自己的主权 也是有独立 然后英国的前殖民地也是 像是印度 这些 对台湾比较直接的例子就是 就韩国 但是就 对啊 我觉得台湾的主权应该就是属于 属于 不是应该就是 它就是属于台湾的 根据国际法 那美国应该要当担导方 美国应该要当担导方 因为美国有承诺嘛 相关的国际 国际上的对台湾的承诺 但对台湾的悲剧 跟对台湾的灾难 就是中华民国宪法更加解释政权 才害到现在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 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站稳 自己的那种一席之地 你原台湾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 也不要中国人同志 这我倒是 呃 我觉得好 如果硬要选这两个 美国五十一个州 其实美国是他 美国不是一个国家 它是五十个国家的联盟 如果台湾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 那也是台湾是一个自己的国家 他只是加入了这个联邦 他就是加入了这个联盟 因为美国 美国不是一个中央政权 非常强大的一个集中政权的一个政府 它是一个联盟 他每一个州 每个国 每个成员国 都有都有自己的法律啊 都有自己的警察啊 都有 就是等于就主权国家的干预 但是他是一个盟友的成员啊 他是一个盟国的成员 所以每次那个选举 为什么美国的选举的制度是长这样 因为美国的总统 他不是那个什么 多数美国人选谁就是这样 不是哦 因为他是分五十个国家 他每一个国家 选自己认为最适合做美国总统的人 然后那个国家的票 就是全部都属于那个 因为他说我们 比方说我们德州 我们投出来的 就是全部都给都给川普 这是我们代表我们国家的结论 然后比方说我们纽约州 纽约国投票的是这样子啊 所以他就是属于民主党的 就讲的大概有多概况是这样子 所以美国不是单独的一个国家 它是联盟啊 它是一个联盟啊 它是一个五十个国家的联盟啊 啊 啊什么打仗啊 不需要打仗啊 除非中共要侵略啊 但是那是侵略的行为啊 这样子就是违反国际法了 这逻辑很简单啊 台湾要的就就好 因为台湾有民主制度啊 台湾也是自己选自己的总统啊 自己的民意代表啊 台湾需要就是国家正常化 法律正常化 把那些中华民国的党国一度排出来 然后国家要证明 国号要证明 对领土的那个主张要改啊 这些东西改了之后就就就就就没什么矛盾了 而且就是要得到最大最大范围的那个盟友的支持 我觉得就就快了 中国越继续挫赛下去 台湾在这个世界上发扬广大的时刻也越来越快 什么是中华民国 你你你讲什么 你讲什么 对啊 就有时候有个精神分裂的 你讲什么 对啊 对啊 只有台湾关系法 没有中华民国关系法 没错 没人管你ROC 全世界都知道台湾 没人知道ROC 连那些台湾的友邦 他们讲台湾的时候 从来不会说是Republic of China 他们都说台湾 所以ROC 撤了吧 台湾 这 很好听的名字啊 台湾 好 那我们今天就 就先这样子吧 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吧 我来结束今天的直播 然后我们就 澳大白 再跟 还是这周末吧 我看 我能开我就开 看有没有什么心愿啊 好 感谢大家 抱歉点喽 好 好 再来 我 就好 我 晚上 就好了